这个手电筒出名是从什么时候出名的 是1980年伦敦伊朗大使馆的人质劫持事件 一支神秘的部队从天而降 黑色的战术服 黑色的面具 一支黑色的冲锋枪 冲锋枪上装了一个手电筒 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部队是谁 大家好 我是思路 大家好 我是思维 我们今天看到摆了一排手电筒 这都是我珍藏的各种各样的手电筒 我把我珍藏的这些手电筒都拿出来 给大家讲一下战术手电筒的历史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 战术手电筒的历史 其实咱们今天应该先说一下手电筒的历史 手电筒它在美国叫flashlight 在英国叫touch 从名字上来说 我觉得英文的touch是比较贴切的 对 是吧 因为touch是火把 手电筒是现代人的一个火把的延伸 对 是吧 但是为什么美国人叫flashlight 这其实特别好玩的一个历史 最早是有一个小的奇思妙想 突然就觉得说我的花 我想晚上大家怎么能看见我的花 他就想到了一个把电池上面搁一个小灯泡 然后搁到花盆里头 然后这样晚上我把这个灯打开 大家晚上过的时候就可以看见花 他就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发明 然后就开始宣传 然后有一个人就看上了他主意 就大量的投资 把花盆加小灯泡的创意往外推销 可想而知没有那么多人想晚上看见自己的花 所以赔得一塌糊涂 然后投资的这个人就想办法说得把钱挣回来 然后他就想到说我把花盆不要了 然后我把小电池和小灯泡的创意 在它灯泡上面我再加一个放大镜 然后把它当做一种晚上能够涨量的工具来做 然后谁知道这么一推就大受欢迎大卖 然后这个人就叫David Massell 然后David Massell 这门推销他就被一个公司看上了 这家公司就叫美国新奇电器制造公司 这么长 对它名字特别长 所以1905年的时候他就改了个名字叫Ever Ready 就是随时我都准备好可以亮 然后其实这个公司现在也在做跟手电电池有关 其实就是大家现在都知道的尽量电池 其实这就是尽量电池的前身 他现在不卖手电了 卖电池 对因为他发现电池来的最快 那是Flashlight 为什么叫Flashlight呢 其实最早期电池和乌丝灯泡它不稳定 最早的电池都是碱性电池 所以他加上乌丝灯泡就忽亮忽暗忽明的 就像闪光一样 所以大家就给他开玩笑 就说你这要闪光灯 Flashlight是这么来的 我们到时候可以放在照片上 大家看看第一个手电筒是什么样子 其实就是一个直筒卷了个电池 然后前面搁了个小乌丝灯泡 放了个涂头镜 对放了个涂头镜 自导讲完了手电的起源 它的历史 其实手电跟军队有特别密切的关系 就像刚才您说的David Massell 把手电卖给这家公司以后 他这手电筒大卖 他就把他第一批手电筒 就赠送给了纽约警察局 所以第一批真正用上战术手电的 其实是纽约警察局的警察 自从他们用上手电以后 不可收拾 手电筒就正式进入了军警行业 因为手电筒对警察和军人太管用了 特别是那个年代的一八几几年 那时候也没什么照明了 特别打仗或者警察在网上搜索的时候 手电筒对军警来说是非常好用的一个装备 从发给他们使用以后 然后美国警察就大量的采购 后来从到一战以后 手电筒就进入一战了 到了二战 一战末期二战就开始出现了这种 专门给军队制作的军用手电筒 这个也是大家见的最多的 也是服役超长时间的 至今还有一些部队还在装备 这个就是当时最有名的TL-122 L型军用手电筒 这个手电筒 咱们在好多电影里面都看过 《野战牌》 《越战启示录》 《第二行前》 《阿甘正传》 这个被大家熟知 就是越战那几部片子 越战的时候 他们专门一支特种部队 就是美军伤亡损失最大的一支部队 就是他们会拿一支这样的手电筒 拿一支M1911手枪 或者一支威森·斯密斯的左轮枪 孤身一人就钻到地道里面 去跟越南人打 就是一支手电一个手枪 就是这个手电筒 咱们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 对 我第一次看见这个是《野战牌》 《野战牌》 他自己一个人跳进去 后面大家熟知的就是《阿甘正传》 《阿甘正传》里面也有这个 谁都不敢进 因为这个是死亡率最高的 干部就是我去 拿这个钻进去了 它有很多非常适合军队用的功能了 为什么军队给它设计成这样 因为最早的手电筒 都是大家知道都是这么大 而且以前的手电筒都特别长 特别是散兵 因为最早这些都是给一些散兵用 你不好拿对吧 你要是想看个地图 你得夹着 然后翻地图 所以说他们在这个基础上 就做什么拐弯的 第一是减少我拿手电的长度 第二是它后面有个可以挂在 我的战术背心上 我在操作的时候 咱们来沟通的时候 就可以去照顾着 这个您还是电池 对吧 在后面还有一个舱 这个密舱打开以后是色片 四种颜色 回头我们一会去讲 为什么军队要配这四种色片 晚上飞行员 晚上这种指挥部 都用红色的灯去照 还有军队夜行的时候 都是红色的灯 去看地图看路 回头我们来讲 为什么这么多颜色里边 它用红色 在不同的环境下 不同的灯罩 我如果是在夜间去行军 我就可以用红色的灯 红色的灯去照明 然后这就是蓝色灯 不同的情况下 用不同灯光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 特别好的一点 所以这个也是战术手电的一个鼻祖了 然后这个时代过去了以后 就到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比较熟悉的这种手电筒了 这个就上回也讲了 Mag Light 这就是美国警察也好 英国警察也好 警用手电的一个代表 虽然它很大 但是警察都很喜欢用 第一它能照明 防卫的时候 去可以照对方的眼睛 这是警察战术 照着眼睛 你看不见我要干嘛 所以警察在用这种手电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在控制对方 我还没有拿出手枪的时候 他就可以作为警棍 警察可以拿它去砸玻璃 砸窗户 去格斗 去锁对方的手 它就已经成了一种战术手电 就从这时候开始了 这是大众型的 两个电池的 然后咱们在英国上学的时候 你看英国警察 有那么长的 这个手电筒 出名是从什么时候出名的 是1980年伦敦伊朗大使馆的人质劫持事件 一支神秘的部队从天而降 黑色的战术服 黑色的面具 一支黑色的冲锋枪 冲锋枪上装了一个手电筒 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部队是谁 其实这个部队就是大名鼎鼎 SAS 70年代以后 全球的反恐 特别是英国了 英国当然跟爱尔兰 跟好多国家有这种恐怖袭击 所以他们专门从SAS成立了一支反恐部队 所以在他们训练当中 他们就训练出来一种新的战术 就是带防动面具 因为那时候要扔 是翠里瓦斯等等 所以他们要带防动面具 但是带上防动面具后有个问题 就在射击的时候 他那个枪 他这个枪就不容易去贴面射击 你带着防动面具 大家都知道 防动面具视野特别的小 如果你在贴面再去瞄准 那种机械瞄准去瞄的话 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视野很窄 所以他们就发明了一种战术 就是把这种MIC Lite 放在了他们的MP5冲锋枪上面 因为当时的反恐战术 就SS发明的战术 就是第一 他会先切断电源 第二 大量的烟雾弹 催着瓦斯会打 所以屋里边会很暗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照明去照明 然后他们把手电筒 放在车上 还有一好处就是说 我就不用再去贴面设计了 我就可以用灯光的 它的指向 我就可以去不用瞄准的设计 这种老式手电筒 它可以调聚焦 它可以调得非常聚焦 就是我指向哪 就可以设计 所以这就是当时 大名鼎鼎的SS 把这个手电筒推向了战术手电的一线 所以延伸到现在 枪上面放各种各样的手电筒 都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 这只手电筒已经跟了我二十多年了 还跟新的一样 保护都特别好 质量特别好 这个手电筒 从此以后 随着电池的技术 还有灯泡的技术 像二级管 所以二级管灯泡 再加上这种高能的这种电池技术 什么锂电池 等等一些高效电池 手电筒变得越来越小 然后亮度就越来越亮 然后射程也越来越远 所以现在大家都用的 都是像这种战术手电为最多军警 它的好处是什么 这款是我用了很长时间了 非常好用 Phoenix的TK20R战术手电筒 我用了好多各种手电筒 像这种也用了很多年 还一款比设备再大一点的 我现在放在我步枪上 首先要知道战术手电筒 根据不同的战术 根据你应用的环境 你的任务不同 它有不同的需求 这种手电筒属于泛光手电筒 你看它照的光比较广 这种手电筒就适合在搜索房间 或者是控制对方下车以后 我在搜查你的时候 所以我能照的 不是光聚焦这一块 我能照你整个身体 我能看见你身上 你的手在做什么别的动作 这种就属于泛光手电筒 而且比较小巧 比较适合你去日常携带 这种也是很适合日常携带 但是它两个战术不一样 这种战术手电筒 就属于中间型战术手电筒 它又有泛光又有远光 你看它的光度也就这样了 这个是3600米 它的射程很远 达到了475米 所以这只手电筒 就很适合在近战 做一些扫描动作的时候 扫描房间 控制嫌犯的时候 或者再搜查 你看它除了中间这一块 这个范围也都能看见 算是中间泛光 但不是纯那种聚焦型 然后其次 它还能放在武器上面 放在步枪上 冲锋枪上面 去射远距离目标 因为它的射程达到了475米 基本上就跟步枪的射程一样了 所以在你做一些 远距离设计的时候 它也是很适合的 你在突然情况下 拿起来以后 直接功能键 它就是暴闪功能 特别适合日常携带 做一些防御 因为有些手电筒 你要按好几下才是暴闪 你平常就是照明 对不对 有人来了 马上就暴闪 快速反应 快速反应 这样的话 就是有些人突袭你的话 达到3600的暴闪 你眼睛一下就下了 这就是战刃手电 慢慢慢慢发展到这个程度 对吧 然后就是这样的 这两种手电筒 现在就是比较常用的战刃手电 然后再慢慢发展 大家可以看到变得更小 我是本来是作为一个家用手电筒 来给孩子用的 后来我自己用了一下 发现它很适合战术 它也是一种 很有效的一种 小战术手电筒 它有这种三个档的照明 最高档 也非常亮 其实照就跟这个差不多光线 这个可能也就是五六百流明 这个是266明 这个照一下眼睛也挺亮 也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它这还有一个功能 然后你在长按的时候 它变成了红灯 红灯在短按它会闪 这个就特别适合户外 就像咱们经常去露营 像我们以前都会戴一个这种手电筒 前面戴一个灯罩 去让它变成红灯 这个就很方便 你日常户外 你挂在钥匙链上 你晚上走个夜路 然后其次 这个红灯 就是如果你徒步走丢了 在山里边 有人要找你的话 你可以作为一个信号指示 很远的地方 能看到你的红灯在闪 红色船的最远 对 这个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 为什么军队都会拿红色的灯 去晚上去照明 所以当你在夜间徒步的时候 其实用白光照明 其实是不好的 然后这种 就是你在晚上可以把它照明 照路面 照路面的同时 你还能看见暗处的细节 这就为什么用红灯的原因 然后比较安全 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我们也试过 把这个放在我们的战术枪上面 散兵皮筋绑上 然后就可以做一些红灯的战术 晚上搜索 这是我们之前拍戏的时候 给狙击手做的一个道具 就是手臂的一个地图 所以说我们在晚上举计任务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拿这个灯 去来看地图 对吧 就可以去看地图 去做照明 所以我觉得这个手电筒很意外 就我买回来以后 发现很适合战术 并不是一个家用的 所以说Phoenix这个厂 还挺有意思的 他们做的东西 还很有想法 虽然这么点是个家用的 但是对咱们来说 马上就能发现 它的这种具用价值 所以这就是手电筒的历史 从最早的手电筒一直发展到 现在这么点小手电 它已经形成了一种战术体系了 然后我们未来也会讲 这个手电的暗光战术 弱光战术 它是一套不同的玩法 也特别有意思 也欢迎大家 晚上我们可以一起去 去打一打夜战 去试一试暗光战术 暗光战术挺有意思的 然后再学一些 日常的EDC的防御 怎么用这个去防御 怎么去攻击 怎么去防守 红色的灯光 它的波长其实最远的 对吧 军队晚上用红色的灯光 那不就是暴露自己了吗 他为什么晚上 还要用红色的灯 去做照明呢 我们下期来讲一下 为什么部队用红色的灯 去照明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